據法國傳媒今天報導 一名目擊者昨晚逃經位於法國安納西湖 和瑞士邊境的謝雅林村附近時發現受害人 其中三人死於一輛英國車牌的保馬車內 車主為出生於伊拉克巴格達的50歲英國公民阿西里 在車後排座位上喪生的兩名女子 就是阿西里的太太和他媽媽 當時阿薩德一名8歲的女兒身受重傷 被立即送入附近醫院搶救 8小時後 警方又在兩名女性死者的腳下 找到一名幸存的4歲女童 她信她是阿西里的小女 女童沒有受傷 懂得說英文 不過就受到極度驚嚇 由現場的情況來看 女童在槍擊案發生時被媽媽保護了 另外 汽車旁邊還有一個踩單車的男人倒地身亡 而死者只是偶然經過案發現場的當地居民 事發後 法國警方封鎖了現場 並在3公里外的森林公路停車場進行檢查 增援的獻兵人員就在更大範圍內展開搜索 警方還出動警犬找尋線索 警方說 車上的死者都是一槍中頭喪命 兇手的目的顯然是置人於死地 而且車身上並未找到虛發的子彈 令人懷疑犯案者是專業人士 不過目前還未能排除其他可能性 當地的檢察官說 這種槍擊案是一種極其野蠻和害人聽聞的罪行 是指定的 受傷者是應得了 受傷者是否違和 受傷者是否在地上 被人生承受傷者是否出傷者